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便那今天228点假开始相信很多人都已经跑出去玩了 那我们也要跑出去玩一下但是今天玩的是第八个第八个boss第八个boss 应该没算错第八个是什么 第几个不重要看一下今天的 今天是这个长老提亚麦斯那这个也是在拉斯塔巴德 中央广场 会出现的一个一个boss 好让我们卷都已经卖下来了 那 通关方式就不再介绍 我们直接进去敲敲看 65级 的黑妖 我们看65级的黑妖 敲一敲他到底这个boss是强还是弱呢 立马瞬移 好那他会召唤了很多 大概1234只的这个黑暗将军 那boss本身的话呢他会放 火风暴 他会放火风暴魔法 但看起来 不强 以目前这样打起来 血量扣的算慢 那他会有一个 buff状态叫属性弱化 属性弱化他会把属性的抗性降低 待会我们看一下他会降多少 他如果再出现的话我们再看一下他会降多少 目前还没有 那 怪物他只造一次小怪而已 会不会第二次呢 昨天那一场我们看一下 来不及 太快了 昨天那场我其实有录啦但是因为已经比较晚了 就没有把他放到 YouTube上面去 好那这个打起来是旁边一只小怪 哎呀漏掉了 4 3 2 哎呀来不及 我们不要打他他太弱了 我看一下什么时候要在要在那个给我一个 属性弱化的那个技能哇他连放了两次火风暴跟一个 他的魔法其实还蛮多的 火风暴 还有什么 这个是类似那个时期的那个地裂 对啊 又有了 减少百分之五十六秒钟 这个属性弱化属性 他有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刚才 雪把它压得这么低 好那难度就是 简单来说是简单啦 好难度是简单 那基本上 也不用太担心什么 可能连沉水都只要带少少的就可以了 好那这段影片的就分享给大家参考 那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